澳洲直籃冠軍陣 由衛冕軍珀斯野貓 對決例行賽龍頭雪梨國王 雙方本次四度交手 野貓拿下三勝佔得上風 國王想帶例行賽搶得先機 當家中鋒Andre Borga帶腿出擊 進區膽打沒問題兩分要到 不過對方也有前NBA好手 Miles Plumley 面對先輩Molekia 一個加速上籃得分 加上野貓攻擊箭頭Brice Cotton 首階立馬送上10分 是一聯盟得分王 不是叫假的 雙方互有往來 第一節只有兩分差距 雖然說Boga不是主力得分輸出 但是他今天矛起來拚 第二節中距離連砍三球 此陣繳出18分12籃板的Double Double 幫助國王一度取得9分領先 可惜這節結束前三分鐘 球隊一分都拿不下來 讓野貓趁勢超前 半場反倒取得3分領先 國王有Boga鞏固油漆區不夠 第三節隊長Kevin Lish跳出來 上演首起刀落的標分秀 底腳 斧頂外線連發 他全場攻下17分 有12分集中在這一節 駐隊三節打完要回領先 73比68 國王今天四個人得分上雙 只是想守住優勢 還得先過Cutton這關 他最後一節展現一格價值 連兩顆三分球帶動是1比4的攻勢 這季Step back for 3 倒數4分50秒 超前比數81比79 Cutton好手感擋不住 切入突然拔起來出手也OK 單節砍盡10分 此戰紅下全場最高32分6籃板 帶領野貓中場88比86踢館成功 冠軍戰收下開門紅 環境新聞總共報導